對 4號比較有休闖 4號就從昨天晚上就沒有吃了 滿感到的 在4號身高最高 但是卻比例來看 它算是 腰很細 腰很細 因為它就是比例 上半身 下半身 還有腰的那個 剛好很暈 而且它今天衣服是穿最高的 它露出來部位是最多 我覺得它腰露得滿剛好 就是它這邊很瘦 就是它這邊 胃的地方 沒有墜肉 像很多人真的 好平淡 像直筒一點 有些人是 會有小腹 所以4號好像下面 還是有點小腹對不對 沒有 其實我們都在看3號 對 3號超用力的 3號感覺 一直在吸氣 3號很緊繃 因為它吸氣的關係 它憋氣的關係 導致於它這邊超大脹 對 很緊繃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猜猜大家的腰圍對不對 好 先看4號好了 我們先再講4號 好 4號應該有幾吋 我覺得 我覺得4號 因為身高這麼高 所以它的腰圍可能會跟我差不多 因為我自己也是滿 你怎麼聽到沒有很開心 但我的腰圍算男生裡面算很 很瘦 因為我是29腰 你真的29 喔 喔 喔 哇 喔 我的腰滿細的 你幹嘛畫成這樣啊 蛤 你沒筆用很多 可以 記憶筆 穿那個 記憶筆的那個 腹脊 哇 對啊 我29腰滿細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腰圍可能比我小一點 我覺得2726 我們今天超殘酷的 因為我手上有這個 我等一下會限量 我覺得差不多28 因為它身高夠高 啊 問你不準 因為你常換 幫他們換衣服 借衣服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了 老師超厲害的 好像728 你也覺得喔 嗯 我覺得 你覺得29 28 可能稍微一點點 嗯 好 來 我們先去看它幾樣 好 我們來吃囉 1 2 3 怎麼可能 不可能吧 怎麼可能 來 30 30比我還多一點點 麥克風我都要 好 怎麼可能 我們先量 會不會你變瘦 30 我量最瘦的地方 吸 吸 吸起來 吸 我覺得不到 等一下 你真的變瘦了 真的喔 真的 等一下 把它 再不到 每一個人都勒緊繃的部位 這樣就準了 吸 然後勒緊 跟我一樣 29 對 29 我們再一次要接近 29 你的還很鬆 我覺得26差不多 沒有啦 26太誇張了 我再幫你用力一點 2 8 2 6 沒有啦 真的就29 不是你正常穿衣服的寬度 要129 變瘦 瘦身有成 好 1 2 3 曉雲 曉雲 曉雲的腰很細 大家都知道 對 還好 我們老闆 我們猜對了 而且曉雲 我昨天看到她也是穿肉腰 我就很鼓勵她 夏天可以多這樣 因為她以前都是給人家覺得 比較洋裝 長洋裝 不用講就可以 剛剛看完辣妹 現在要來看甜不辣姐姐 好不好 我們現在回歸我們日常 日常餐單 日常餐單 抖菜路上 甜不辣是這樣子 妳是關中族吧 我是關中族吧 Olan 竹輪 竹輪沒有腰 我有腰啊 對喔 那因為像剛剛熊妮是非常那種火辣性感的身材 那比如說若琪就是 鞠肉 鞠肉 很有個性 很有個性這樣子 那我就是屬於 我算是有腰 可是其實我不瘦 因為剛剛也量一下 我腰有29吋最瘦的地方 可是妳180啊 對啦 我180 可是就是比例上來講 其實我不算是那種最瘦的 所以我要穿這種露腰的衣服 我要把握的原則就是我一定要 就會顯得我的腰很細 凸顯它 對 我如果是穿這種很合身的 T恤的時候啊 比如說妳就不會 可能就不會覺得腰到那麼細的 因為妳就是覺得我這一截很長而已 像今天穿這個短板的牛仔外套 然後我不是故意把它扣錯開 因為如果我扣剛剛好的話 它就會 會太公正 對 就是又太公正 就是不可愛了這樣 像我這個裡面就是 其實是同一個款式 好可愛 但我就是把它包色這樣子 讓它先去換 配黃色的 對 我就把它配黃色的在裡面 它其實裡面就是 就是穿一個這樣 你看我的肩帶調到有夠長 好長 這好長 再穿露點 來 比一下 來 這我穿露點 它直接穿露點 這真的好長 來 請不及了 超不長 露點 也會露 因為我的要調到這麼長 就是我已經 那我穿是露點 所以妳不穿高腰或正腰 妳不穿高的褲子 我的全部都是超級高腰 其實姓妹姐應該看得出來 就是我的褲子都是很高腰的 因為 可是我又很難買褲子 是因為我其實是 腿太長 不是 我不是腿長 妳不是腿長 我是腰長 我腿很短 對 所以我的 比如說我穿這樣子的衣服的時候 我的褲子一定要這麼高腰 你才會覺得我的腰很細 可是如果我把褲子放低 因為我這個褲子可以打 哎唷 會嚇一跳 不會 因為這個褲子是可愛 它是可以扣的 它可以自己調 調節式 它可以調到最外面 變幾寸 如果你胖一點的時候 都可以調到外面 好方便 所以妳的意思是說 跟妳一樣 屁股或腰很長的人 對 要買高腰 一定要買高腰 要高腰 你看 這樣子如果我看腰 要買高腰 要買高腰 你看 看遠鏡頭 就會覺得我腿很短 如果說我髮腰 然後腰的話 對 像我如果穿低腰的話 反而會 就是妳這樣子 我妳看好像覺得很瘦 可是妳看比例來講 我的腿已經是變了 而且重點會在妳的腰 覺得妳腰的 很長 上半身很長 所以我雖然是露這一段 可是我一定是要讓 我的這個腰是提起來的 有道理 有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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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明白了 我這樣才會覺得 我的比例很好 大家以為我好像腿很長 其實不是我是腰很長 我腿不長 所以妳買褲子 很容易卡當 所以像剛才妳們說 什麼尺寸不重要 我都算很仔細 因為我都有記 我的腰圍是要買幾公分 然後當 比如說他們網購的話 都會做一下 是看到多長 我都一定要看 它那個當長是超過幾公分 我確定我穿可以 我才會買 我們教觀眾 一個就是妳去看 褲尾 就是 我如果在網路上 看這個當對不對 譬如說這個當 多少 34 34 然後我就量我自己的 肚臍嗎 或是妳 我是會量我自己穿 我覺得最好看的褲子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人是肉 我實際上可能不到34 因為我們有圓 就是會穿起來 有無形 對 因為它不像 比如說我胸圍這一圍 量了不會變 可是妳屁股量了會圓 對 所以我就把一條 我穿起來最好看的褲子 然後一樣去量這個 然後寧可 寧可長一點 長一點點 我也不能小 因為小了我就會卡 但是小了就會顯胖 對 小了會顯胖 明白 所以就是一定要量腰圍 然後當場 還有臀圍 所以這就是我挑衣服 會比較注意的 可以搭配短板的時候 下半身一定要注意的細節 好耶